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采访到王琳娜教授 他是婚姻家庭治疗的专家 也同时是教授 您好 您好 能否跟大家聊聊您的教育背景呢 我的教育背景 我在国内受的大专大学教育 后来到美国来读的硕士和博士 我的博士是亚伯海大学的家庭婚姻治疗博士 那来聊聊您的职业背景吧 职业背景是从拿了PhD以后 就来到San Diego 在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教书 是已经20年了 这么长一段时间 那在您教书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 在教书的过程中 那就是跟学生的一般的当教书的人 大家都差不多 学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状况啊 什么的 比较重要 尤其是在San Diego这地方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种 因为这个这点是一个很多元化的 文化多元化的一个地区 所以如何把这个 从一个比较传统的 就以美国白人为基础的这种课程 把它更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 这是比较有一个挑战的一个方面 像这个家暴啊 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话题 您要不要在此谈一下呢 家暴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因为在中国可能不觉得是一个 就觉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但在美国那是一个不合法的事情 所以如果家庭有暴力呢 不管是这个 因为不管是家庭暴力 对夫妻之间的 而且对孩子的影响也很大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研究证明 就是小孩子 尽管他没有受过这个直接的暴力冲突 就是目睹父母的暴力冲突呢 也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心理阴影影 现在有很多的研究证明 孩子有过这种 即使没有经历 就是目睹过家庭暴力的孩子 长大了以后呢 他们也会有很多的心理问题 甚至于健康问题 比如说呢 什么样的健康问题 比如说有的孩子 你就是去看你的程度了 比方说 现在就是有一个很 就是Kaiser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 现在已经结束了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 他的这个研究 他们的研究就是说 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成年人 让你回顾你18岁以前 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连父母离婚 家庭暴力 或者不同的虐待 就是这种都属于 这个儿童的 儿童时期的这种不利的经历 就是家庭暴力也属于其中的一个 就这种不利的经历越多 以后你的这个成年以后的 你的健康状况也就更 就是越不好 比方说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 或者肥胖 就各种各样的心理的问题 这样都会 就是随 你要这种经历越多 你的健康状况越差 好像很多华人家庭 夫妻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们不喜欢看心理医生 他们觉得傻 是的 但是也是有它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原因了 你想在中国是一个 中国是一个那个很家族性的一种文化 所以你家里如果有问题的话 比方说夫妻打架呢 常常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 就是中文叫什么 social support 就是社会支持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你可以跟家里的 你跟你兄弟姐妹啊 什么表姐表妹啊 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 他们都你跟他们说 他们会帮你 帮你说说 让你放放松 或者是就是 其他的家的人会 就跟那对方讲 这样子打得不好啊 什么的 就是光讲一下 就会对这个心理的压力 会放松一些 但是你移民到美国来了以后呢 就是你自己 往往就是两口子 自己搬到这里来了 你就 你其他的家庭的人呢 就没有 就留在中国 所以你就觉得 这地方很孤立 很孤单的 你要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要跟家里人讲的 尤其是人在美国 你跟家里人讲的 也会觉得给家人增加负担 他们搁得那么老远 也没法帮助 怕人家担心 所以就不跟人家讲 所以就剩两个人 这么来对付这种状况 你想在国内的时候呢 你要是有很多人 可以把你讲的 你可以 其他人可以把你调节 你自己呢 不用很多 做很多的事情 现在你没有人 把你调节了 就你两个人 所以你必须自己去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你没有这种锻炼 你没有这种机会 以前 所以你解决这种问题的 这种技术也不是很好 所以经常的 一说不好就打起来了 而且呢 说不好打起来了 然后呢 但是呢 又觉得是跟外人讲 中国人讲 跟外人内人 家丑不可外扬 家丑不可外扬 所以那跟外人讲呢 就觉得很丢人 然后呢 也是跟这个文化 这个信仰的一种冲突 所以就不愿意跟外人讲 所以呢 这时候 但是这个 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文化 同时呢 也要了解 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 你的文化环境变了 所以呢 你对这个 如何解决问题的 这种方式 也应该适当地变一下 而且呢 你找 去找这个 职业性的帮助呢 他们都有很高的 职业道德标准 他不会跟你到外面 跟你说 跟你乱说 所以那你要去找 一个职业帮助人呢 他不会把你说的话 跟别人讲 所以对这个 不要太担心 您怎么看待 青少年时期的这个 叛逆和父母的关系呢 叛逆和父母关系 实际上是 青少年的叛逆 实际上是一个很正常的 因为你从小的时候 孩子是跟父母 就完全 在一起的 在一起的 他的心理对他也是一个很依靠的 当然他总要等到成年了以后 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人了 这青少年就是在一个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他要通过一个叛逆来慢慢的跟父母的从心理上的依赖慢慢的减少 所以所谓的叛逆实际上是他们在慢慢的在探视如何把跟父母从心理上的慢慢的分离开 如何长成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人 所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所以是一个正常的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 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是那父母呢 就是从小一个很乖乖的孩子 好好的长 怎么到了十几岁了 突然开始不听话了 这个父母就开始很担心 尤其是移民呢 移民来的父母呢也是更加担心 就觉得你看看对美国社会也不是很了解 你看美国社会有这个用毒啊什么这些问题啊 在中国可能是没有经历过的 他们就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 所以他孩子一开始不听话呢 马上就开始害怕了 就说哎呀是我孩子也开始跟这个坏 社会上的这个坏的孩子有接触啦什么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但是不能说这个每个父母都说 哎呀庆祝啦我孩子开始这个长大了 实际上确实是一个长大的一个过程 但是会很让父母很心里很不安的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 做父母呢首先呢是要了解的 实际上是一个 还是一个长大的一个正常的过程 证明是孩子在长大不要太担心 而且呢不是对你的的一个评断 并不是说我因为我父母做的不好 我还是做的开始不听话了 好这个父母 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都是很尽心尽力的 所以这个但是呢 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孩子都会有一段叛逆的一个过程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因为孩子开始又不听话了 还是就说因为你父母做的不好 虽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关系 那您怎么看待婆媳关系呢 婆媳关系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关系 在中国呢 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婆媳不应该好 对 你看就中国的有很多的这种俗语了 什么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就是媳妇就应该受罪的了 给熬成婆的时候呢 就才能够就是我在管你的 而是等我 改到我了 我来管你 所以这个婆媳关系一种 就是一种关 这种文化的 好像关定的婆媳关系肯定不好 但是在美国呢 就是婆媳关系呢 不是像那个 因为大家都比较独立了 对 所以呢你婆媳关系 你看美国的婆媳关系 比中国的要好得多 因为呢 就是你要是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吧 人家也是吧 就是大家互相干预不是很多 这点呢 我觉得中国人呢 应该向美国人学一下 学一下 就是不能就是 一定要把这婆媳关系 一定要看的是一个 这个problematic 有问题的一个关系 你看有很多的 我看到有很多的 这个我的病人里头 就是就是夫妻离了婚了以后 这个媳妇还跟这个婆婆家 不管跟婆婆 家里其他人像那个小姑子 大姑子啊什么这些 婆婆的原来前夫的兄弟姐妹 跟他们关系还很好 还有逢年过节了 都走动啊 平常就像朋友一样的 所以呢就是这种中国文化的这种不同 我觉得 但现在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现在国内是什么样子了 是不是大家还是认为 婆媳观念一定是个不好的关系 那您怎么看的孝顺这个问题呢 孝顺的问题实际上确实是一个 中国人的一个美德 因为你想 这不管是一个 从这个社会 社会学的观念来看 就是说 这个每个人 并不是一个孤立的 OK 孝顺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延伸 就是一个 这个社会关系的一个延伸 你想 这个儿女 孝顺父母呢 是一个 实际上你看 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关系 而且有社会关系呢 社会关系比较强的人群里的 他的整个健康状况要好 你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疾病 医疗方面的疾病 心理方面的疾病 都跟这个人的这个 这种孤立孤单很有关系的 所以你没有这种 没有这个社会的这种互相支持 人们的这个健康状况都很差 所以 这不管是一个家庭问题 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如果这个社会上 大家都互相孤立的话 就整个这个社会的 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 就会下降 而且呢 你这个 中国人呢 会认为 你看啊 哎呀 这个当儿女的 还要孝顺父母 他觉得是一种负担 说你看人美国都好啊 因为美国人 这个18岁就走了 就不用照顾父母了 没有这种负担 很解放 但是呢 他就没有 这对从中国来的年轻人来看呢 觉得是一个 哎呀 正好美国正好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责任的压力 但是呢 他就看不到 这个 这种 对家庭的 这种联系的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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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 因为你完全 你就说像美国人那种 你自己出去了 你自己一个人 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 注意都要自己来打 所以一种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你现在 所以呢 你看美国的人 中国人呢 就是哎呀 到美国正好 这个 就不用 跟家里有什么样的太大的这个联系了 跟他们没有这个孝顺这个负担了 你看从这个美国人的家庭 现在的这个社会观点来看呢 就是说 他们现在更多的是督促大家 去加强跟家人的联系 因为这种呢 是一个 这个是对人的健康 对这个社会的健康 都很关系 比方说 现在美国的这个家庭结构 是一个 Nuclear 叫核心家庭结构 就是夫妻两个 家长孩子 然后自己 单门独户的住 跟这个父母 跟祖父 祖母 跟其他人 都没有太大的联系 这种家庭结构 这种家庭结构方式呢 实际上是社会上 是一个 实际上很少的一个 几个文化里才有这种家庭结构 而且这种家庭结构呢 对人的健康并不好 而且这种家庭是一个 对这个资源 很浪费的一个 一个家庭结构 你比方说 你年轻人 这个年轻的父母 他们有小孩子以后呢 就是怎么着呢 这个孩子的看护 孩子的上学 孩子的一切一切的方 所有的养儿与女的责任 全部就增加 在这两个人的身上 对他们压力非常大 而且尤其现在的 美国社会这种 说法 就是这个孩子如何如何 全都要做 是母亲的问题 母亲如何如何做 母亲在美国做女人 要做事业有成 要做父母 要做得好 什么在那的 就对他们压力非常大 同时你祖父母呢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人生的经历 人生还有很多的能力 但是这种核心家庭呢 就不 就把这种祖父母的这种资源 就切掉了 所以呢 对这个小孩 你看小孩子的生产过程中呢 有祖父母的 有很多的研究 有祖父母的孩子 他的心灵 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都比没有跟祖父母的孩子呢 要好一些 所以你说这个中国的家庭观念 中国的家庭结构呢 很复杂 很复杂 而有时候人让人觉得 这种家庭关系 人际关系太复杂了 他就对人的压力很大 但是他的那一面呢 就是说大家有他的 有他的对人的健康的一种益处 OK 所以呢 你有利必有事 中文怎么说呢 有德有事 有德有事 那您对于想要从事您这个专业的学生们 有什么鼓励和建议呢 鼓励天理呢 就是说你对 所以如果大家想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的话 第一个呢 就是你选择你的事业的时候 要跟你的这个性格 要比较合适才行 如果你是一个对人不太感兴趣的人 那你就不要选择这种工作 是吧 有的人是喜欢数字 所以对人不太感兴趣 当然对数字 对机械比较感兴趣 那你应该去选择那种 跟另外一种 说学理工科啦 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呢 你要是你选择 你手学对人要感兴趣 但是要 同时呢 要对这个文化感兴趣 因为这种东西跟这个学 我们这个学科的人 跟那个学理工的不太一样 理工的你只要使劲硬背 你记住了就行了 这个是你要是 记住还不行 你要真是要理解 所以你要一定要 对这个对人感兴趣 而是对文化感兴趣 能够这个很敏感的体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好 非常高兴 今天能够采访王教授 如果您有任何 关于婚姻与家庭方面的问题 请与他联系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